大家好,我是一同 现在我们就是要开始为期十天左右的自驾之旅 终点就是开车到怀俄明州的皇室公园 全程是1000英里,大概就是1600公里左右 理论上要开15个小时 因为不想让旅途太过疲惫 也可以顺便看一看路程中的风景 所以我就把这15个小时的路程分为三段 第一段就是要开6个小时400英里 开到犹他州的西安国家公园附近 第二段就是到犹他州的首府沿湖城 最后再开到皇室公园的南门 先去大体顿国家公园 再分别会住在南门的杰克逊小镇和西门的西皇室小镇各一夜 再详细地逛一逛皇室公园 这第一个视频就是讲一讲我第一天自驾到西安国家公园 后面就是延屋城和大体顿国家公园和皇室国家公园 最后你会发一个整体行程的汇总 现在是临近中午 我们是一大早从洛杉矶出发 现在已经穿过了赌城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达华州了 正在亚里桑那州的维庆河附近 从洛杉矶附近到西安国家公园 全程大概是需要6个小时400英里左右 基本就是走10号再到15号 最后再下9号往西不到40英里左右 就基本到了西安国家公园附近的斯布林戴尔小镇 大部分的旅程其实都是走15号高速 15号高速一般限速是80英里左右 就是比一般的高速会稍微快一点 现在我们是在维庆河附近的峡谷内开 所以说大概限速是55英里 其实15号的高速公路 大部分都是一望无际一马平穿的 虽然只有双车道 但是还是比较好走的 不过美式的青天柱大货车还是非常多的 我记得网上一直有个问题 就是问美国什么车最多呢 我个人感觉的就是这种青天柱 微震天这种大货车最多 第一就是因为它还是比较显眼的 就一个车身加车系装箱 基本能有三到四个车的车厂左右 而且它的车高也很高 所以说基本就是像一堵墙一样 还有一点就是美国高速 还是非常发达的 就是比较四东八达 而且美国的人相对住的 还是比较分散的 所以说还是比较利于货车的来回运输的 这一段峡谷内的穿梭 就是在维庆河附近 现在已经是临近中午了 所以说我们已经开了很久了 离最终点西安国家公园 也不是很远了 这个维庆河直译其实可以叫做处子之河 这个名字其实在19年底就一个美剧 就是去讲的是这里附近的维庆河小镇 其实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两边高耸的这个红色掩体 应该可以算是丹霞地貌 就是相当于是其色如丹 其冒如霞 就是相当于它的颜色 像丹红色一样 它的地貌就像霞光一样 现在呢我们就是马上就要下15号高速了 从这个9号路下去呢 就可以达到西安国家公园南门 最近的这个斯普林戴尔小镇 这个小镇呢其实还是非常小的 基本就可以算作是一个 为旅行者而上的小镇 不过可以看到呢 临近小镇的一段路呢 其实超市店铺呢非常多 像沃尔玛这种大型超市呢也有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买点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食品和饮品呢 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因为西安国家公园 总归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园 所以说 所以周边的城市来会跑的 也不是很远 当然你也不没必要非要住在这个 斯普林戴尔小镇 你住在这边的话也是可以的 其实到了这个犹他州的西安国家公园附近呢 就是感觉还是遍地的这个单暇地貌了 还是让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现在呢就我们已经进入了小镇里边了 小镇的旅店呢还是非常多的 基本林间上都是 而且呢基本它都是临山而建 所以说仿佛呢这个建筑呢和山呢 就在这个知识之间 特别是这种棕红色的山体呢 在夏季这种炎热的季节呢 个人感觉更显得这个鲜艳痛苦 感觉就像有人说是人工渲染也不为过 而且可能因为棕红色是暖色调吧 就是个人感觉开到这的时候呢 心情还是特别放松和温暖的 现在我就简单演示一下 为什么我说 现在这个建筑呢 像临山而建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呢我们就开到了这个西安国家公园南门的收费站门口了 西安国家公园的门票呢就是35美金 可以7天内来回往返 基本所有国家公园呢都是这个价格 不过呢你可以买全美国家公园的年票 价格呢是80美金 就是一年内呢所有国家公园呢都在这80美金内 不再单独收费 即使呢你没提前购买门票呢 过程中呢你也可以用两专国家公园的门票 再加上10美金就可以在售票处换年票 就相当于两个35是70加一个10块 正好也是80 你就可以直接在他那换 开进了后呢道路呢还是比较平坦的 虽然感觉有点狭窄吧 但是路况呢还是很好的一点也不颠簸 相隔不久呢就是会有临时的停车点 但是因为感觉西安国家公园可能相对小一点 所以说停车点不是那么的多 而且因为现在这个也算是特殊时期吧 所以说不少精华路段呢已经封锁了 西边的有一块有一个拱石的这个门已经被关了 其实挺比较遗憾的 不过呢西边那条路呢还是很难走的 就是说自驾的话基本还是要步行几个小时 一到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到 还有北部这个经典景点呢只能搭乘这个园区内的公交浏览 因为现在还是算是旺季吧 就是夏季春季到夏季 或者说春季到秋季之间呢 但这个景点呢只能让城市这个公交园区内的公交去游览 要冬季的话比如淡季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开车上去了 但我们现在正好是在旺季 所以说还是比较遗憾的 而且现在因为也是特殊时期 所以说需要提前预约 因此呢我们 而且我们行程呢一开始定的还是比较仓促的 所以说也就没有预约上 不过呢现在呢他都可以用这个软件 或者说这个网址去提前预定 这个呢就是所有的公园通用的软件 比如优胜美的呢 因为现在特殊时期呢只能预约才能进入 所以说也需要这个软件 或者说需要这个网页来预定 所以说我们还是比较遗憾的 基本大部分区域呢没法走 只能开车在固定的区域内走一走 看一看周遭的景色了 当时其实是以为可以当场买票的 来了后才发现呢还是需要网上去预定的 所以说而且基本当月的票都卖完了 所以说很遗憾的我们就没法乘这个巴士上山了 不过远离人前面也是个相对比较安全的方法 其实这个西安国家公园呢 并不是很大 特别是对于自驾区域呢更小 大部分的景点呢都需要爬山或者步行 所以说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太适合自驾来这边 就是或者说你自驾来这边呢 大部分的景点呢还是需要步行或爬山的 现在呢相当于是一段上山路吧 还是有点坡度的 虽然视频里不明显 但是我开的时候还是有点坡度 越往离开呢 这里的这个红色丹霞掩体呢 给我的视觉冲击呢 就是还是很大的 可能确实没见过这么浓郁的掩体吧 让我这种胆子不算大的人呢 也想一直在这个山边眺望 那这婴子还是不错 接着这个红色晚上就一会 Country 但是些我想就是学习来的 在楼上上看 里ほ这个的汤 还不太高 至于有一种 甚至像是丢来就 plan 每个人的位置 十分三面 我一 C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掩体有一个黑色洞就是隧道的通风口 现在我们就是在隧道里 这个隧道是没有灯的 所以说还是有点深人 不过中间有通风口 个人感觉还是安全了不少 而且它为了安全算是单行道 所以说两边都需要等一等才能通过 通过隧道后会有一个比较小的停车场 车位还是比较小的 这边就是有一段爬山路 需要把车停在旁边之后上山 体力和精力比较好的朋友 我还是强烈建议去爬到山底 穿过隧道后这一片岩体 就像刀锋滑过一样 灌了一圈之后 就感觉西安国家公园 不同于内华达州红岩峡谷 往过干燥 西安这边的蓝天白云 加上红岩和绿树 显得会更加的舒适 还是比较适合步行登山的 特别是因为内华达州的红岩 因为内华达州是比较干旱的 所以说大部分时间其实到那里 其实虽然非常广广袤无垠的感觉 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会有一种荒芜的感觉 但是到了西安国家公园 因为它这个四季还是比较分明的 所以说整体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舒适的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适合登山和步行 而且大部分的景点其实还都需要自己去步行 今天的旅程基本就告一段落了 回去休息后就要开始准备第二天的行程 虽然因为旅途有点仓促错过了大部分的景点 但是我觉得遗憾也算是一种美吧 以其费尽心力把所有景点的光变 不如亮丽而为享受当下 就是把已经映入影帘的景色细细的品味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 因为自家的繁重 所以说旅途中的大部分的美景 都没有深刻的映入到我的脑海里 但是我觉得它却永久的映入到我的影像文件里 我觉得这就是我为什么非要拍视频的意义吧 现在我们就是要开车驶出西安国家公园附近 开往犹他州的首府岩湖城 不过因为岩湖城也算是一个中转站 所以说拍的东西不是很多 因此我想留到最后再发 所以我的下一个视频 就是自驾到黄石下面 风景修立了大铁顿国家公园 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还是多谢大家的观看